没有钱 也要跟人家什么 玩股票 这个一年能产生吗 没钱怎么玩呢 是不是啊 打电话去 是不是啊 连地雷股都人家都不卖你 地雷股就是 踩到会爆的那一种的 还有这种叫做警察股 一块三的 水饺股啊 两块贵的 对不对 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 就这样子了 所以说 没钱怎么一年合合呢 这个就是五体的 一个比喻 说没钱 没有办法一年合合 股票做不成的 正如说第四九届 虽是五体性的 而且能从七层中 和合中生是一样的 这是不能成立的 因第七层本身是有名无实的 比如说龟毛 兔角 乌龟那里有毛 兔子那里有脚 只有名字 没有实体的 如何能以其他六层合合 而生出第十九届 事故说 心虽无实体 且能因他物 合合而生 是不对的 是荒谬的 不能成立的 一观 佛高阿难 如今说言 有法身故 种种心生 谁中法 所和合之处 心即 随之而 比处而有 就是生的 啊 再念一遍 佛高阿难 如今说言 有法身故 种种心生 谁中法 所和合之处 心即 随之而 以比处 生 那生者 就是有了 那么我问你 你这个 由诸法 和合而生起的心 到底是 有体性 有实体的 还是没有实体的 若是实心 是没有实体的 这诸法 等于是 实无所和 并没有和和 为什么连心体 都没有啊 因此才会生出 一个没有实体的心 所以心若无实体 可以正持心 并不从和合而生 姑且 纵使姑且 承认 若心 虽无有实体 而他 切能 可以 从他物和合中 而生者 这个利润 如果能够成立 则 有人 可以说 这世间 除了十八戒以外 还有一个 第十九戒 是因 予有 第七个成 以其他六成 和合而生起 然而 事宜不然 这绝对不是这样子 并没有一个 第十九戒 大家就知道 只有十八戒 自从第七成 以六成 和合 这个 看不懂的 要加两个字的 是从第七成 以外面 六成 如果不加外面 还是搞不清楚了 什么第七成 以六成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从第七成 以外在的 六成 和合而生 这怎么可能 哪来的第七成呢 又 因为第十九戒 并无实体 如同 如同你们所说的 心 是没有实体 一样的 既无实体性 纵扰你如何的坚持 它都不可能 变成实存的东西 既非实存 这等于无 故说心无实体 等于是说 心是无一样 即是无 则可以反过来证明 诸法并没有和合 更无心中 更无心 从中生起 因此可以证明 由法身 故种种心生 谁所何处 心之所有 此论不得成立 全论 佛再此答复阿难的 便直接 弃腐村经 指引阿难 在论证中 所真正用到的 下半句 由法身 故种种心生 意思就是 由外境 引起的 内在的起心动念 是这个意思 而略弃的阿难 只拿来当门面的 前半句 由心生故种种法身 佛在此所用的 论证方法 是撇开一切 直接讨论 阿难所说的 由诸法和合 所生的心 来探究此心的 象状 佛将此心 分为两大部分 来讨论 以这个心 是无实体的 而还是有实体的 本段先集中 在第一个命题 此心是无实体的 然而 这只是借着 讨论心 有无实体的 论证方式 来达到 另一个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 破阿难 执心为 和合而有 这个方件 阿难在此 第五计中 有三个错误 一 为解佛语 而往用 并且曲解的佛语 因为不了解佛 在讲什么了 这个太多了 同样是这样讲 底下的人 听了就会扭曲 扭曲 执心为 和合三面之法 这又是 另一项 严重的根本错误 因为好好生灭的心 就是忘心 以为是言之 也就是远迈成 而有的六是忘心 成有即有 成谢即灭 这什么意思呢 故此心断飞 众生藏住真心 把笔放下来 看这里 什么叫做忘心 什么叫做真心 我讲了 你在这一刹那 能体会得出来 就立刻见信 譬如说 我现在 眼睛 看到 很漂亮的花 而开始 推论说 这个花从哪里来 这个就是意识心 这个花 黄色 白色 青色 其贪念 说 这个花很漂亮 我将来结婚的时候 也要这样的花 就开始 望上 加望 望上 加望 就开始 起种种的推测 推论 好 动念的时候 就是 就是起望 起这个 贪着 花的这个心 这个就是忘 虽然这是忘心 佛多讲 就是第二页 第八 第八意识 所引现出来的 第二页 虽然意识心 不是常住真心 可是它比较接近 虽然说 我起这个贪念 但是我们 能源的这个 意识心 贪心 其实不存在 这个花会凋谢 这个花 会化作灰烬 好 起这个念头 当我们 悟到的时候 悟到的时候 看这个花 一样 可以知道 黄的 黑的 白的 但是 之下 就没有这种 情绪上的东西 完全没有 知道 凡所有向 就是希望 落尽诸向 飞向 飞向就是 它是空向 现在随时 意识心 直下 放下 就是这一念 而这一念 我告诉你 必须先 两个 步骤 来完成 最后再回归 当下这一念 分两个步骤 就是 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 这样举例子 还不是很清楚 再讲一个 更清楚的 譬如说 男众 看到一个美女 举这个例子 最强烈 众生的毛病 就是这样子 好 起意识心 白天也想 晚上也想 再回去睡觉 也想 好 当你大悟的时候 你有智慧的时候 第一眼 看到 这个领众 直接了当 就知道 它是一堆骨灰 非常清楚 这些也是一堆骨灰 当然这也是 多余的观念 为什么 没办法了 彻底的否定的时候 智慧就显现了 彻底的否定 再来肯定 我们有一颗真心 经过了彻底否定 凡是会向真实希望 若见诸相 飞向 极见如来 就看到 不生不灭的清静心 所以说 如如不动 不取一相 是经过两个层次 再回归当下的整合体 先彻底否定 第一个观念 你看到任何的相 直接了当 告诉它 就是空 跟虚空没有两样 所以色即是空 有色的相 跟无色的虚空 它是一样的 色即是空 但是更有 更深一层的 它是因言 无自信 因为无自信 它才讲空 所以用虚空来比 并不恰当 应该说空无自信 所以说 你要见信 先彻底的否定 这一切相 通通知道 吃忘 包括我们这个色身 那么能生的这个心 就是多出来的 我无身 一切法 原生就是无身 我自信无身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一切法都无身 空 没有生 你们也是空 你们这个色身 也是不可得 所有的色身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都体悟到 原生 原生 当体极空 就是无身 所以你起贪心 变成心灵的 真如来 佔性的负担 你对近 起超人心 那个也是一种 心灵的负担 这个 就是意识心 而佛陀说 不可以离开 这个意识心 找什么 找真心 就放下 那个意识心 同时就见信 而且必须 重复信念 对没有 正量的人来讲 他必须 重复信念 才有办法 明心见性 要不然 虽然你知道 道理 可是你放不下 道理虽然知道 习气太强 理论知道 事项做不到 所以他必须 重复信念 一直重复信念 一直重复信念 放下 到后来 没有东西 可以放 原来 主法本来就是空 没有什么好说 没有 你所有 其贪念 多余的意识心 其昌恨心 也是多余的 这些都是 清静心的 心灵的负担 所以怎么样 能够 让你过 幸福快乐的日子 也就是 不要把假象 变成你心灵的负担 让你的清静心 一直起作用 一直起作用 但是这个 没有训练 没有办法 因此 你能够了解说 赢怒会 即是戒定会 你能体会得出来吗 赢怒会 有的人 心里很自卑 哎呀 师父 我赢心很重 师父 我称恨心很重 师父 我一次心很重 没智慧 赢怒会 维摩基金讲 即是戒定会 佛为什么这样讲 赢 本身不存在 我空 人空 赢心哪里存在呢 对不对 好 话讲回来 我空 一切 人相众生相 不可得 但是你的 欲的念头 他一直强迫你自己 这个就做 道理虽然知道 可是无量一节的习气 他一直 奔放 一直流动 就像等流一样 跑出来了 就像河流一样的 海水 就像瀑布一样的 没有间断 因此 我们要了解 建一切相 其心动念 就是意识心 而意识心的 放下 而且是绝对的 放下 到最后 有正量 体悟绝对的空 没有东西 可以放下的时候 我们 就会发现 哦 原来 我们就是佛 原来 就是极心 就是佛 原来 为什么佛 一直教导我们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于其法 应当无所执着 而生 清静心 慢慢你就会体会 所以这个重点 抓到 就是放下 再放下 彻底放下 万法 执着不得 执着是 生命的休止符 是心灵 痛苦的负担 着急不对 不管你用任何的理由 执着就是不对 不管你用任何的理由 保持清静心 就是这样子 所以广经老师上 就是这样子 对人 不好 也没心 这个就是中道 所以大悟 他处处说 体悟的就是中道 倒数第二行 是佛在此所用的论证